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物 我是Uncle Mark 马可书 大家好 我是老汤 前两集的节目呢 老谭帮大家把国共的战线 拉到了1947年 分别是2月份的来吴战役 还有发生在7月的阳山战役 地点都是在山东 那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 一定会感到很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中间的孟良屋战役不见了 那在国共交手的历史当中呢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 孟良屋战役现在大概是三大战役之外 那是名度最高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是发生在1947年的5月 发生在山东的孟良屋 是由陈毅树域所指挥的华东野战军 他们殲灭了由名将战灵府所率领的 整编第七十四师 这是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部队 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所以他对后续的国共内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台湾到现在为止 都还有当年幸存的老兵 比如说像有一位住在土城的沈伯伯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位沈伯伯他打过孟良顾战役 然后后来也来到台湾了 是的 他被俘之后选择离开 所以后来就被释换 然后又重新加入了国军 然后就辗转来到台湾 他现在应该是102岁 还健在 之前去看他的时候 还可以飞舞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棋子 那他讲的那个战场回忆 有没有让老谭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他最早是74师57旅 他的旅展是蔡仁杰 因为是整编师 所以其实他们的编制是很大的 他的旅展蔡仁杰 那个时候是在1947年5月16日 就与师展张林虎一起死在孟良顾的山洞内 我之前跟沈伯伯聊过了三次 他对战场的某些场景 其实有一些是不太愿意说的 比如说就讲到说拼刺刀 就太残忍了 说到这个地方都还会忍不住的 这种茶类 室类 如果要问下去就太残忍了 所以我们就不好意思再追问 按照现在可以查得到的资料 大概就是沈伯伯他们所在的57旅 应该那个时候是坚守在孟良顾的570高地 那一般的史料是说600高地 不过沈伯伯每一次他都会提到说 他们那时候被包围在山上 没有水喝 渴到受不了 大家就会偷偷地离开阵地 下山去找水喝 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还会进入到 法野的阵地 然后对方也不开枪 也不抓人 就让他们喝水 甚至还允许他们带一些水 回到部队里面去 你说沈伯伯误入当时的共军阵地 但是共军还让他们喝水 这套居套路网友的话 这点子颠覆了三观 前面说孟良顾打得非常的惨烈 但是共军又让对手下山喝水 甚至小量的补给 你这个早期的认知战吗 是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 就是把所听到的历史留下来 当然也不是说有文毕录 而是还要经过筛选可信 然后作为以后的历史 不过我这边还是要先解释一下 就是说那个时候 华野围攻七十四师 这是事实 可是为什么又让七十四师的官兵 下山喝水 因为这是一场内战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的仇恨 并没有像对日看战那样子的强烈 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这也是属于心底战的一种 也就是间接用来挖解对方的士气 只是说沈伯伯他们是水灶喝 枪灶开 还是打到最后 那撇开沈伯伯的说法 当时困守在孟良固的国军 真的有遇到缺水的情况 的确是真的有遇到这样子一个情况 一些非常的严重 因为我们知道 孟良固他是位在山东省蒙英县的东南 面积不大 大概就是1.5平方公里 海拔大概500公尺 传说他这个地方是北宋看辽名将孟良 曾经在这边驻兵屯兵过 所以因此而得名 那孟良固他虽然居高临下 视野非常的好 可是实际上他就是一座石头山 几乎无树无草无水源 所以不仅他要构筑公司很困难 而且很难揪手 所以我们在看国共内障 大部分只要是国军被包围的 大概都是空头粮食弹药 大概就只有孟良固 还有特别空头饮水 因为没有粮食还可以沉以下子 没有水是什么都打不了 既然他先天不良就是缺水 然后后天又失调 就是难以九首 为什么张宁府还要来到孟良固 这么一个感觉非常难搞的一个地方 整边其实是他是五大阻力之一 抗战胜利以后 他就先束手在南京 后来因为山东的战事 他们就从南京开靶渡过残江 经过了徐州收复了连水 接着就要禁绞 这是国军的用词 就是禁绞移蒙山区的共军 由于战林府的七十四师 他们的位置比较稍微突出一点点而已 所以陈毅还有术毅 他们就计划在百万军中取上将手机 所以就立刻动用九个重队 其中有五个重队是主攻 四个重队是用来阻击还有打员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血战 就消灭了专备最精锐的完排七十四师 那个时候双方还没有正式开打之前 蒋介石知道说 张丁府他进入到了孟良固 就寂惊又喜 因为过去国军的问题 就是要寻找共军的阻力找不到 他现在认为说 这是一个跟华野决战的好时机 所以就立刻发电报给所有的部队 也就是说命令七十四师战丁府 要坚守阵地 吸引解放军的阻力 然后再调十个师的兵力 也就是要来增援七十四师 来做里应外合 忠心开发 以夹击解放军结战一场 那个时候在孟良固周围一百公里内 大概至少有四十多万的国军 如果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 大概一两天其实都可以到的 只是说蒋介石他的盘算是 七十四师的战斗力是还不错的 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固守一两天 应该是可行的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在看这段历史 都认为说 张丁府他进入到孟良固 大家有多种的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张丁府自己轻敌冒进 另外一种就是张丁府自己想要 用自己来吸引共军包围 然后利用大量的援军 从周边来打反殲灭战 进行所谓的中心开发 另外一种就是国军他内部的问题 就是知道了张丁府 可能会陷入被包围的危机 可是却没办法立刻的做变更 然后把张丁府就推上了孟良固 这条不归路 不管怎么样子 我们这样说可能会比较没有礼貌 就是张丁府他在国共内战里面 其实算是人气罕见的高 就是所有的将领里面 因为大家都说他是大帅哥 就是因为太帅了 所以很多人都记忆情感的作祟 所以都比较偏向于最悲传的说法 就是说他是被设计 被排挤 所以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我偷偷去搜了一下照片 真的还蛮帅的 但是我没想到说在战场上面 也有外貌协会 也要看颜值 有关张丁府的著作非常的多 有兴趣 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再讲一讲 包括在孟良固之前 甚至在看日战争之前的一些传奇 我们这边拉回来讲 就是说那个时候 随军行动的第一随进区 第二处的处展 毛生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军统特务 他后来的回忆就讲说 张丁府那个时候曾经发牢骚 他说我是重装备部队 可是如果在平原作战 炮火能够发挥威力 诚意的二三十万的部队 来跟我打 他都能够应付 可是现在要把他逼入山区作战 那等于就是牵一条大水牛 上石头山 他说有人跟我过意不去 一定要我死 那我就死给他们看 那毛生他后来还讲 孟良固会战的前一晚 他才看到了国防部的作战命令 也就是要命令张丁府 从孟良固渡温和 然后去坦铺 这是一个地方 到时候要由李天侠来指挥 还有支援 另外就是还有张干的部队 要从右翼来撤印 然后黄柏涛的部队 要担任左翼的撤印 然后他说他看到的部署 非常的惊骇 立刻反应 可是没有办法改变 那果然呢 就是等到解放军 他集中的九个重队 二十多万的兵力 把七十四师围在孟良固 张丁府再做任何的图围 都一切都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呢 国防部他就督促了李天侠 把黄柏涛张干 这个尽力的解围 要做成反包围 结果呢 像李天侠 他本来就跟战丁府 素来不合 所以只有投入少量的部队 后来等到发现到 情况真的不对了 再开始大动作 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像贵系的张干呢 因为部队太远 也撤印不散 那至于黄柏涛 他本来是可以增援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路途 都是高山 也没办法快速的展开 所以到最后 大家就只能看着战丁府 这个在孟良固正文 你刚刚说到 他对于这个部署 十分的惊骇 因为跟他本来料想的 那个战略 是完全背道而驰 其实严格讲 就是说蒋介石 他的部署 他的决定也没有错 只有忽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事实 虽然在孟良固 它是居高零下 可是这是一座 缺乏水源的石头山 所以不仅构筑公司困难 而且这些火炮 共军的火炮 还可以造成很大的杀山地 怎么说呢 因为像我们没有打过战 大概没办法了解 就是像那个时候 共军的迫起炮打在 因为打在这些岩石上 除了弹片之外 破碎的石块 也造成很大的杀山地 其实事实用来拉炮的 这些战轻匹的马匹 就因为受到的惊吓 就乱跳狂奔 根本无法控制 这个也让整个 其实事实 他们自己乱的阵脚 这样听下来 藏领府的部队 等于被困在山头上 动弹不得 然后他不但得坚守阵地 还有一个隐形的敌人 也不能讲隐形的敌人 就是很明显的敌人 就是缺水的这个威胁 没有水 人就没办法活 而且甚至连武器都不能用 因为我们像 我们没有打过战 就很难想象 当时真实的情况 像七十四师 它是配备了大量的 水忍式的重机枪 因为长时间的发射 所以枪管它会骚红 山上没有水 那怎么办 就用人料来替代 那后来因为人也没有水喝 所以连人料都没有 那就火力就没办法再 延续下去 对 就没办法延续下去 甚至于就变成摆设品 所以像沈伯伯 他们每次都说 没有水喝 可到受不了 只好偷偷下伤 这个真的是事实 因为认知战实在是 无所不在 所以我要强调一下 我们看事情要看全面 不能被颜色蒙蔽 所以要请教老谈说 你刚刚前面分享的这一段 在国共各自的记载当中 有没有一些出入 其实有些地方是有出入的 比如说特别是像 占领府的死难 是怎么死 这一段的出入其实最大 也是引起最多讨论 国民政府这边 第一时间的说法是 它是杀身成人 这个制裁殉国 当然大陆的主流说法 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刚好有一份 很少见的资料 他是一位已经过世的罗伯伯 他是当时74师特务 第二营示范点的连长 他要进孟良谷的时候 就奉副参谋长的命令 要他配合卫师牌 跟着师长战领府行动 所以就一直在师部的周遭 罗伯伯他晚年写了一本 很薄的回忆录 没有流传 因为他也不是要方案 或者说要特别证明什么 所以没有特定的立场 所以应该是有一些 值得可以参考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就用他的回忆文 透过他的角度 来重建一下当时的历史 罗典展他说 孟良谷的山头上 全部都是侵蚀 那是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 那他在5月15日的 若伯战的时候 小腿就被炸断 他说鲜血就从库管持留 一下子就觉得头晕 因为这是流血过多的反应 所以就赶快爬到岩石下 把那个板带 小腿的板带给解开 打开随身带的急救包 自己包扎止血 同时要提醒自己说不能睡着 最重要的是因为 像止血带每个两个小时 就一定要松开一次 或者到时候淤血以后 他就一定要锯腿 那罗典展他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 是在2000年写的 他说50年过去了 他始终没有万计七十四师的官兵 在5月15日扶角的时候 全云官兵在冲锋号角的引导下 统一步调 与来袭师指挥部的共军 展开弱波战 他说那个时候 双方杀身士气 就是杀得你死我活 反复拼搏 那他的左小腿虽然被炸断 可是也是一样顽强射击 他说50年过的 飞翔起来都还会毛发直述 到了16日中午的时候 突然之间 天空雾云遮天 不一回就下起大雨 他说还夹带着那种鸡蛋大的那种冰炮 那后来他就突然间听到了 相隔十多公尺远的师指挥所 就是传来的唱国歌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了电台的天线 升起了国旗 并且有听到有人在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这种口号声 那如果连长说 他因为左腿被炸断 没有办法爬过去看一个究竟 但是他自己就觉得说 好像事情不妙 这个时候就突然间听到的枪声 那他就猜想说 应该是师长张宁甫自杀了 先前老谈有跟大家聊过 太原五百万人 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地方 那关于张宁甫的死 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张宁甫之死 其实有好几种说法 有自杀说 也有说是他杀说 自杀说主要就是 除了自己开枪之外 还有一种说法是命令下属开枪 这是台湾比较常见的说法 那大陆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 他在山洞内被华野扫射 或者说被手流让给炸死 那还有一种比较属于偏 败官野死 当然也有人才信 就是说他是被俘以后 被击毙的 这些大概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厚厚的一本书 那不过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很多的文章他都有提到 那个时候刚哭没有水的孟娘顾 就在战丁府死完的那一刹那 突然之间就是乌云密布 下起大雨 狂风冒雨就笼罩在整个孟娘顾上 你这样讲就真的有一点玄 很像电视剧或是电影里面的铺层 但我们回归现实来讨论 就是说如果当天这场雨早一点来 你觉得会改变局势吗 顶多大概就是多守个一两天吧 还是要看原军能不能赶得到 罗连长他还讲 他说这个时候雨也停了 他就看到了共军在指挥所前面就在那边幻动 其中有两名共军就朝他走来 他就闭着眼睛弹着就专做昏迷 这个时候走在前面的一名共军就用脚轻轻的踢他 因为死人的身体是坚硬的 活人的身体是柔软的 这样可以很容易的判别 然后他就这个时候是最惊险的时刻 他说用脚轻轻踢他的那名共军就回头跟后面的共军说 这个人还活着 给他补一枪吧 你讲的这个如果有看战争片的网友一定会有印象 因为如果看到一般有人看到重伤可能就会拜托同袍开枪把他击 甚至敌军来的时候也会拿刺刀一个一个去确认 那个尸体到底是不是真的尸体 因为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形其实看起来是残忍 可是事实上有时候是反而是人道 因为罗连长他自己也讲 可能后面的共军没有停到 所以没有开枪就让他逃过了一死 他自己也没有认为说对方是残忍的 因为他自己都说补一枪助人解脱是合理的 他说军人是有这种教育 总之等到华野的士兵走了以后 他就赶快坐了起来 沾掩四万 他说左右前后全部都是堆满尸体 这种流下来的水都是红色的 罗连长真的是命很大逃过了一劫 但是张灵甫最后的那一段 他并不算在山洞的现场直击对吧 因为他那时候是受伤了 那为什么他会认为张灵甫是选择自我了断 罗连长他说他为什么会判断司长自杀 因为他说在1947年春天的时候 其实适施攻克的江苏的连水之后 张灵甫那时候曾经把司令部的干部 全部都结合起来训话 那第一句话就问大家说 你们知道司长带着这支枪是做什么用的 答对了立刻就可以升一击 结果没有人答对 最后战灵甫就宣布答案说 这把枪是用来打自己 那为什么 战灵甫他说 如果要我用这支枪去杀敌人打脑肿 那你们干什么去 打到了这一步 这个就已经没有再打仗了 所以这支枪就是用来打我自己 那罗连长他说 大家听了战灵甫的话以后 都哑口无言 因为战灵甫的个性是言出必行 所以他后来有听到国歌声 又看到了这个用电台的天线升起 所以就认为说是 使长战灵甫应该是自杀 但是老谈前面有提到说 张灵甫的死是有很多种的说法 国军这边当然会选择壮烈成人的角度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共军呢 他们怎么去讲这件事情 大陆以前有拍过一部电影 就是以孟良故为主题的电影 叫做红日 写这本红日的小说 也就是作家吴强 他那个时候是担任 第六重队政治部宣传部长 他在现场看过战灵甫的尸体 因为打下孟良故的那天晚上 部队就必须要转移 后来他就要了一副担架 就抬着尸体 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天 因为天气热 那时候已经五月了 没办法酒饭 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木 就把战灵甫站在以水县 一个叫做野猪万存的小山杆上面 就还树立了一块木牌 上面写战灵甫之木 因为那个时候战灵甫 他的衣服已经污损 所以没有合适的将军府 就替他换了一套解放军的新军装 有九名的被俘的将官 就被允许围在棺木的前面 就为他们的已故事上送行 然后共军就通过了广播 告知国军还有家属 埋葬的地点 所以他其实没有去美化 张宁甫的死 而是认为张宁甫是在战场上阵亡 他这本小说是在1957年出版 后来就拍成了同名的电影 还有电视剧 就引起很多的讨论 不管是什么版本 都没有提到说张宁甫被服 电视剧甚至也还很模糊的 用很模糊的手法来带过 也就是说张宁甫最后在举枪的时候 这个华野的士兵就冲进了山洞 然后人就倒地了 到底是战廷府自己开枪 还是是被射杀 然后就留给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那一般而言 大陆这边的主流说法是 战廷府他是在山洞内被乱枪 或者说是被手榴弹给炸死的 那这种说法最详尽的说法 就是来自于六众特务团 副团长何凤山 那他在有一篇叫做 战廷府之死的历史真相 这篇文章里面 何凤山他说 六众特务团一营 就是公道的74师的指挥部的洞口 那劝降没有结果 所以就向洞内开始攻击 过了一分就只听到了 洞内有人在喊叫说 你们不要打了 张师长已经被你们给打死了 那何凤山他就立刻带了十几人 立刻就冲进山洞 那只见洞内尸体 这个横七八素的 血啊都流了满地 他就被问被俘的 这个爆发机的台长 他说哪一位是这个战廷府 就有人就指的这个地上 就是说这位就是师长战廷府 根据何凤山他的描述 就是战廷府的尸体 就倒在洞内爆发机的旁边 那手中就还拿着爆发机的话筒 尸体还是热的 头部是被冲锋枪 这个子弹所射中 就是而死 那这个被俘的爆发机台长 他说几分钟前 师长还向蒋委员长呼喊求救 委员长要他这个再坚守三个小时 结果通王话不到三分钟 战师长就被你们给打死了 到现在为止 如果有去过孟良故 我是没去过 有去过那边的玩友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现场的遗址 还有一块就是很清晰的用 刻子说 击毙战廷府之地 意思就是说战廷府 他并不是自尽身亡 其实这样听下来 等于跟罗连长的故事 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然后他你自己怎么看 这场战役 它其实已经经过了70年 所以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再重建现场 不过前面所提到的 其实是师罗连长 他是在最后时刻 他是在师部的旁边 而且是侥幸的逃过一死 他这本不对外发行的回忆录 也许是可以补充当时的局部 我是说局部的场景 前提是如果说他的说法是对的 也没有记错的话 如果是这样可以推测的话 那战廷府他的自杀的可能性是会比较高的 总之就是说很多历史是不会有答案的 留下一点点迷恙的历史 也许还可以更吸引人 就像好看的电影或电视一样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战争的残酷 也许是一件好事 讲到这边大概谜底 其实也没什么谜底 那沈伯伯跟罗连长他们后来怎么样 末梁顾战役还是有少部分的 七十四世的官兵他突围 那可是绝大部分都还是被俘虏 就是当然除了震亡的之外 那像沈伯伯 他就是跟其他被俘的 这种七十四世的官兵 这个变成俘虏之后 那个时候是共军采取所谓的 优待战俘的政策 所以沈伯伯他虽然受伤 可是他还是反映说 他想要回家 所以就获得示范 后来他还是参加了国军 就辗转来到台湾 那至于像罗连长 他是因为共军退去了以后 国军二十五军才来到了孟良顾 那就在清扫战场 他是在十八日的时候 被台下送到近南 因为删得太重 那个时候的山东省主席 也就是抗战时候 是七十四军的军长 王耀武 他那个时候就 他有特别的感情 所以就派人来 这个医院照顾七十四军的干部 所以他 罗连长 他就被空运到南京 就很幸运的保住了一条腿 来到台湾 也才能够保留张领虎 这种自杀前后的 一点点不同的说法 讲完张领虎 然后聊完两位 就是老伯伯他们的经验 那孟良顾战役后来的影响呢 孟良顾他对国共 他的最主要的影响 还是在气势还有心理上 因为他是国军的五大王牌之一 所以打完以后 这其实很多国军 本来就已经有恐共 恐共的那种心态 那之后那种心态更强 就更不感救 比如说像我们在看 杨三级战役的时候 发生在七月份了 就是这样 就眼睁睁看着宋瑞克被围歼 那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如果 因为我们前面都是在讲国军 我这边就用术玉 术玉他的说法 来看这个 为什么共军他可以打运 术玉在他的术玉战争 回忆录里面有特别提到 他说能够在孟良顾 兼灭七十四师是因为经过了 宿北汝南 莱武三大战役 所以在装备技术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有了这种经验以后 才能够用五倍的兵力 把七十四师的就维艰 他说打这种兼灭战 必须要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这种规模 这种发展过程 这是术玉的讲法 当然他并没有说特别的说 这个占领虎是冒进的等等 但是有关整个孟良顾的过程 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另外再说 不管怎么说 这场其实真的是打完以后 国军在接下来的一年的三大战役 基本上通通都是遭到尾坚尖灭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 老谈的苦笑 如果长期在看谈病度的网友 应该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在国共交手的过程当中 两岸对这段历史的角度 其实有很多是不太一致的 一场战役各自表述是很常见的情况 其实也可以理解 当然会比较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说 你不去了解这段历史 到最后当然去说历史 记录历史的权利 当然就只剩下一种声音 一种版本 很久很久之后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你不要讲话了 谈病毒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喜欢的话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谢谢大家 还是你有话要讲 我们没有在从事认知战 OK我们没有在从事认知战 拜拜 拜拜